明星虽然表面看着光鲜亮丽,但实则私底下遭受到很多的网络恶评和人身攻击。 有的人说,接受恶评也是做明星的一个职责,这是明星这个职业理应承受的。 但明星也是人呀,面对恶评只能忍气吞声不说话吗? 今天小编带大家看看那些实力回对恶评的爱豆,他们也是不好惹有脾气的。 最近JYP的solo歌手朴志敏回归,在做个人直播的时候有一名网友就骂他,对面别人的乌言会语,朴志敏小姐姐并没有生气,而是非常大度地做了一个搞笑的动作。 用手指指了指自己,然后摇头,接着指着屏幕说那个人才是。 这样的做法也是非常硬气了。 而超人气女团TWICE回归将近也在VAP上开设了直播,一位粉丝让林娜莲快点减肥,虽然不是太过分的话,但林娜莲也表示自己会看着管理的,不用操心。 其实林娜莲只是看着脸比较圆而已,就是婴儿肥,身子一点也不胖。 也不要对女生对女爱斗太多严格了吧,要保持的完美的身材特别难了,每天行程跑这么多的情况下还不能多吃,真的会晕倒的。 还有少女时代的泰妍也是非常耿直的人,曾经好几次回对公司的不负责和不认真。 少女时代打破纪录不发大自曝,除到11年了到今年才有应援棒,这些问题都是泰妍姐姐说了SM好几次才换来的。 看来,女生受到的恶评尤其多啊,但是她们也很有勇气感对回去。 男爱斗面对的恶评也不少,防弹少年团虽然是现在韩国人气最顶尖的团队,国民级别的人气和关注度中也不缺少NTA。 对于恶评,防弹少年团的社哥表示,自己不回去看恶评,不会在意。 他表示,恶评者多写一点也没关系,反正最后会有人告你,受到惩罚的还是你们。不如多看点美好的事物呢。 Sugar说的没错啊,一味的当明星的黑粉写恶评那又怎么样,最后受到惩罚的可能还是自己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